第256集 乐平公主刻然尝试 并晨日 进入张叶的皇上 在官风行殿之中 陈列华下各种精美文物 设鱼龙蔓延 招待西域各部落的首领 并在席间演奏了九部乐 和表演了各种舞蹈杂耍等 使首领们在尽享 美酒佳肴的同时 还大饱了眼福 西域国的首领 因为看到强大的土玉魂被灭 前来朝拜大随皇上的时候 有的诚惶诚恐 心存借据 但是 在宫朝交错和一片歌舞生平之中 即把一切疑惑和畏惧 都化解于无了 皇上早在担任扬州总管期间 一方面用强兵讨伐叛逆者 另一方面则使用各种手段 尽力安抚民心 从而把江南治理得偷偷贴贴 而今 皇上寻行西域 更是驾亲就赎 故技重施 将文字武功之术 发挥到了极致 受到震撼和友好 双重气风感染的 义无土屯社国君 为了表示对大随皇上的忠心 还恭敬地向皇上 敬献了狭狭的 千余里土地 不过 事情总还是会有例外的 皇上高兴之余 在观看各国敬献 贡品清单的时候 不易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清单上 列有西部 突厥境线的土特产 而宴会上 却没有 拟绝楚罗克汗的身影 他因而召来培举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培举回答说 此事臣下 还没有来得及禀报圣上 楚罗克汗本人没有来 只是派了一名使者 进了贡品 所以 当圣上接见各国首领的时候 臣下没有对突厥做介绍 皇上不高兴了 他沉下脸来问 空没有问问 楚罗克汗未来 到底是何原因 啊 问问 培举道 来史先是说 可汗生病了 不能来 臣看着不像 晚上去了使者的居室 方才知道 楚罗克汗是对大随 仍有一计 怕此行 是赴鸿门宴 加之 他的手下人 极力劝阻 结果 只派来了一位使节 前次 朕派崔君肃 去见楚罗克汗 不是已经打消了 他的遗迹 他不是已经表示 愿意归顺大随了吗 此番 他派使节来 并且尽献了贡品 说明归附之心 并未改变 不过 遗迹 则仍未完全消除 唉 那就暂且由他吧 皇上不想为了这事 再开一仗 而破坏了西域 刚刚形成的良好气氛 说话之间 由宦官惊慌地前来禀报 乐平公主的病情 骤然转重 他说 要见皇上最后一面 好 皇上最不想听到的事 终于 抱歧而至了 皇上到达张业的当夜 急去看望过老姐 丽华在御医的救治和照料之下 身子虽然虚弱 神志却很清醒 记得 当他见到皇上的时候 还高兴地俏皮地说 姐在山谷中发病那阵子啊 还真以为大县已到 会将这把老骨头 丢到山里喂狼了呢 没成想 一出山谷 又慢慢地缓过气来了 不过 御医可没有 乐平公主说得那么乐观 她向皇上禀报说 乐平公主久居深宫 山中寒冷 气薄 体内的五脏六腑 遭此摧残 摔得很快 要想恢复元气 已经不太可能了 事到如今 当皇上想起姐姐临行前 在家里说的那些玩笑话 竟都成衬了 皇上急急忙忙地 赶到乐平公主下榻的房内 这间老姐躺在榻上 双目微臂 面如蜡黄 一头花白的头发 散落在枕上 皇上轻轻地坐在 榻旁的一张椅子上 说来也巧 公主似乎受到感召 竟疏地睁开了眼睛 脸上露出了笑 她说 皇上来了 姐还以为 再也见不着您了 哎 哪会呢 皇上忍不住地 一把捉住老姐 枯瘦的手 她说 既要好生地休息 不要东想西想 慢慢会好起来的 丽华在枕上 吃力地摇了一下头 她说 不中了 姐知道 不过 姐没有什么遗憾了 吃足了 说着 丽华便气喘了起来 大口大口地吸气 脸也变得煞白 皇上紧张地 望着身旁的御医 想要御医采取急救措施 御医去布包袱里 取来了银针 想用针灸术 使公主平静下来 不用了 丽华牧师那明黄黄的银针 清醒地摆了一下手 她也不喘了 然后继续对皇上说 姐 还有一千块 将与皇上说说 什么事啊 姐 尽管说 姐这辈子 只落下 鹅鹰一个 亲骨肉 还望皇上 还望皇上 要想对待 自己的儿女一样 待她 此事 请姐姐放心 皇上拉住了 老姐的手 她说 朕和皇后 都会把鹅鹰 当作自己的 亲闺女看待 此 姐就放心了 丽华的双目 忽然放光 但是 转瞬极灭 永远地 熄灭了 皇上紧紧地 攥住了姐姐的手 轻轻地唤了一声 姐 她的泪水 便从眼窝之中 鼓鼓地涌了出来 这位 世人命如草芥的帝王 一生只为 两个女人的死 落过泪 一个是轩华夫人 另一个 就是自己的 这位老姐 照说 皇上能有今日 最大恩人 莫过于母亲 独孤皇后 但是母后去世 皇上并不显得悲痛 非但如此 她还在给母后 守灵的时候 偷偷地进食 大鱼大肉 以养精蓄锐 皇上为什么 会这样有为孝道呢 父皇和母后 溺爱她 袒护她 完全是因为 她表现的 比做太子的兄长 更出色 而她的出色表现 则是委屈自己 刻意做出来的 或者可以说 是装出来的 比如说 她本性爱好音乐 而父皇和母后 则认为 玩物者 必丧志 她就只好 让琴房中的乐器 沾满灰尘 并让琴弦断崩 而不加以修复 再如 母后最忌讳 男人用情不专 她虽然有气情六欲 十分好色 却要在父皇和母后面前 表现出 只爱萧后一个人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她就这样的委屈 和压抑自己 顺应父皇和母后 意志十数年 知道他们 双双离世 她才能 如解脱一般 扬眉吐气 但是 皇上与老姐之间 除了 与生俱来的 血缘关系而外 还有一种 骨肉相连的 亲近感 更有甚者 就连姐的 内栋住宅 都成为了皇上 最感到安全的 避风港 杨广自视甚高 张控着满朝文武 如果遇到 无能的臣下 不能羽毛 她是看不上眼的 而如果像杨素那样 能量大 算计深 她又不放心了 得处处提防 所以皇上就要 时时处处都戴上 一副面具 并且在心里 筑起一道提防 如此一来 天下最具权势者 莫非皇上 然而 最感到孤独者 亦是皇上 此 也许就是 高处不胜寒的缘由吧 那么 皇上能信谁呢 就只有这位 见过世面 而且与世无争的 老姐了 因此 皇上唯独在 老姐家里 并和老姐相处的时候 方可摘掉面具 不设提防 并且像常人一般 口无遮拦 肆意而为 而今 私人已去 皇上的心 也像突然被掏空了一样 此外 皇上曾知未知 动过情 落过泪的 宣华夫人 则又是 另一回事了 这位夫人 原是父皇的宠妃 她特别地聪慧 而且善解人意 当皇上 还是晋王的时候 她常以小恩小惠 笼诺这位皇妃 宣华夫人 领会到了晋王 想当太子的心思 却从没有 当她的面殿 破过 她极力地 在先帝面前 为晋王美颜 而且从未 对她表过功 当先帝发现有病 又是她 首先将这一 惊天的秘密 透露给了她 而当她 为了她的美色 与内袖倾倒的时候 她最终 还是屈从了她 却始终摆脱不了 此种不伦不类的罪恶感 并为此 而郁郁扫逝了 当今的这位天子 极为好色 经历的女子无数 一般而言 她仅仅把对方 当作是以图有美色的 解语工具 而唯独 闻听 薛阳华夫人去世 她不仅落了泪 还做了一片 神伤妇 感念她 皇上对于老姐 情感如此之深 自然不会将她的遗孩 扔在边缘的张掖 此次陪乐平公主 出巡的亲属 只有女婿 李敏一个人 女儿身子柔弱 丽华没有让她出门 皇上在张掖 让僧人和道士 为老姐做了盛大的法事 之后 命李敏 护送公主灵鹫 回京师大兴 并招令有关的官员 按照相应的礼仪 将乐平公主 与丈夫周轩帝 合丧于定灵 并下诏 将乐平公主 十亿的五千户 转赐给李敏夫妇 乐平公主 杨丽华 入土为安 享年四十九岁 处置完老姐的丧事 皇上忽然感到 身心俱疲 也是 一路之上 他马不停蹄 参风露宿地走出 冰天雪地的大豆拔谷 紧接着 便是整日整日地迎来送往 参与各种盛会 何曾歇过一口气 皇上于是在张掖的行宫之中 少有的 为弥不振了好几日 这一天 天气情好 皇上食欲不佳 早善进食的很少 与皇上朝夕相处的皇门侍郎裴举 看在眼中 急在心里 他想啊 喜动不喜经的圣上 若是这般的臣们下去 没病也会憋出病来的 于是 他撑开了窗户 让外边的日光射入室内 看似不经意地说 啊 张掖这地方啊 除了鞭帽生意兴隆 各种远来的珍宝 都能买到而外 还有两个好去处 可以走一走 瞧一瞧 一是呢 此地以盛产山丹马 而飞升内地 离此百余里的山丹军马场 养有各类粮马 是值得一看的 这二世啊 本地佛塔多 尤其一城内万寿寺中的木塔 因造型奇特而文明 诶 公说得不错 皇上果然中计了 随之搭枪道 入城的那日 朕就注意到城外 各式各样的佛塔林立 似乎比东都洛阳一带 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说呀 边地不开化 诶 可是此地的礼佛之风 看似并不亚于关内嘛 啊 乡上所言不虚 裴举附和说 张叶信奉佛教由来已久 各地数百年来 香火从未间断过 哦 此乃边陲之地 佛教何以这般盛行 啊 圣上没有想到吧 裴举笑着 饶有欣慰的解释说 当年汉武帝杀灭匈奴 开辟西域商道的同时 西边天竺国的僧众 一沿着商人的足迹 翻山越岭 就是经过张叶 将佛教传至华夏 副地区的 其后啊 我国僧人法贤等 去天竺国求法 张叶亦是 其往来必经之地 所以 即至今日 佛教不但盛行张叶 亦在西域各部落国中 盛行 哈哈 朕倒是把佛教 是经由西域和张叶 传入国门的这事 竟然给忘了 皇上一扫 近日低迷的情绪 他说 进宫这么提醒 朕倒是觉得 咱这次带来的大道高僧 此番 可是派得上用场了 啊 就是啊 裴举道 高长国国王 见僧人 为乐平公主 做法事 极其的羡慕 一想请 圣上带来的僧众 为她逝去的母后 超度一番 哦 还有这事 怎么没有听公提说过呀 啊 近日 臣看圣上心绪不佳 也没有敢提及 哎 这可不是件小事 功可以让朕带来的部分高僧 率领他们自己的僧众 在高长国内 举办一次法会 为国王母后超度 啊 是 裴举 欲行跪礼 去安排僧人 为高昌国王的母亲做法事 哎 且慢 皇上教主裴举道 公刚才不是说 万寿寺中的木塔 挺别致的吗 公带朕去瞧瞧 如何 啊 此态好了 裴举大喜过望 然后说 圣上闷坐房内几日了 臣 就是想请圣上 去外边走走 那座不一般的木塔 离此宫有多远呢 啊 抬腿激道 圣上 站在次宫的庭院里 即可望见那个塔尖 这样吧 今日前往木塔寺 就不要兴师动众 排列遗仗了 除了皇后之外 大臣和妃嫔都不带 镇和宫 亦都着便装 只带少许的侍卫 亦让侍卫们 只着便装随行 正想清静清静 一看究竟 否则呀 又成了人家看阵了 啊 此样最好 陪举行过柜里 急去布置皇上 去万寿寺的事 并顺带着人 分别知会高昌国国王 和有关僧人 赴高昌国 做法事 然后自己才回到房内 换了一套便服 皇上皇后 以及后妃 住的是一座行宫 该宫是陪举到张叶 打前站的时候 专为皇上此行赶箭的 行宫占地较宽 而且不予周遭的民居搭借 便于设置警卫 此时正值盛夏 皇上换了一套藕核色的绸衫 戴了一顶当地香绳的变帽 皇后的上衣是较浅的藕色 下身则着衣墨绿长裙 各成了一顶当地二人台的小轿 跟随着侍卫们 则穿着粗布衣衫 两顶显得一般的小轿 一前一后 在侍卫们的簇拥之下 从行宫后门 鱼灌而出 走过一段开阔地 便从一条僻静的窄像 插入了人头攒动的大街之中 此时 轿中的皇上 还不时地拉开帘子 往外看看新鲜 可是没看上几眼呢 那二人台的轿子 便停住不动了 裴举走了过来 将轿帘掀开 轻唤了一声 圣上 到了 皇上出轿 迎面即是一个石器的牌坊 上课万寿四三个字 牌坊左右直立的石柱上 刻有一副营帘 两侧是白粉围墙 此时 萧皇后在伴作丫鬟的宫女的事后下 走出了轿子 皇上觉得皇后的打扮有趣 皇后呢 则更觉得皇上像是个土财主 两个人因而相视 敏嘴一笑 都没有作声 如此一来 皇上为及细看那石柱上的营帘 便与皇后踏着石头台阶 卖过牌坊去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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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